HELLO 大家好,大家午安 今天下午要安裝分享的是 Elantra 應該是11到15年的代號是MD 在台灣賣的相當相當的好 台灣上市的年份是比韓國晚了大概一年左右 記得是2012年的大概六七月左右 這台台灣的銷售狀況非常非常的好 那今天的進度呢 是要安裝KT Racing的道路板避震器 原來的車主的話呢 基礎改裝除了一些SUMMIT的那個拉桿之外 旅圈XXR的 然後254018的旅圈 然後原來是裝原廠的避震器 再加了這次TS的短彈簧 HELLO ELENA 你好 所以這個是今天要的動作呢 是做KT Racing的道路板 那前面的話呢 我們一樣呢 會有附上座 上座在這裡 等一下 現在車子還穿很高 等一下車子降下來之後呢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的上座的部分 這是很漂亮的大包 這個大包很漂亮 這台車呢 就是都一樣了 跟我們家的避震器一樣 都是做專用的規格 前面的話呢 哈囉 月大俠下午安 前面的話呢 上面的這顆是ABS感應線的固定位置 然後這一個呢 是油管固定架的位置 這個是原廠離載串的固定位置 這些的相對位置呢 都是跟原廠一樣的齁 那這台前面 沒記錯的話前面 大概降最低是大概半指幅左右 半指到輪胎上緣 跟葉子板差不多切齊左右 最低的話還能降的還蠻低的齁 來 這是前面的便器已經裝好了 這個還有改的那個魚眼 魚眼的霧燈 光能性應該很好 還有HID的安定器齁 那前面的話已經裝好了 後面的話 還有改的這個防盜羅帽 這個防盜羅帽 這個防盜羅帽 哈囉 胖人你好 胖人很久不見耶 要再過來這裡吃飯嗎 要車要車裝了大概好像快一年了 要過來檢查一下 來 這個是Summit的 後下拉桿 這個是PS的 後面的短彈簧 指右邊裝好了 還沒齁 右邊的彈簧跟hello 可以放好了齁 那這一台的我們家的配置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前面的話是配置的7公斤的彈簧 後面的話呢 是配置4公斤的彈簧 它這個是調整機構 調整機構在這裡 調整機構在這邊 我們有附了一個橡皮 所以剛好是砍到這個圓盤裡面 放得剛剛好 那原廠的話 有一個 原廠本來在這裡 有一個環境的饅頭 這個饅頭已經要需要拿掉 Elena 你羨慕有魚眼齁 那我應該說什麼 我應該羨慕你羨慕你有電眼嗎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後面的hello key加彈簧 那等一下桶生會放在這個區域 原廠的桶生呢 就在這裡 上部調整阻尼機構呢 也是在這裡 在這裡面 不用再便宜拆下來齁 就直接在這上面就可以做調整 那邊好像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上面的螺絲 並去上部的螺絲 原廠的便宜就那麼短 這是原廠的便宜 但是這是原廠的後面的饅頭啊 後面的饅頭有需要拆掉齁 你看他原廠的形成那麼短而已 ElanTRA的車主的話 我們常常在那個ElanTRA的版面 看到一些二手要 車友要拋售的避免器齁 那我們來跟大家解說一下 這一組的二手避免器齁 要怎麼樣來選購 二手避免器齁 你不見得一定要裝KT的 如果預算有限齁 你要裝其他品牌 那我告訴大家一個小秘技齁 ElanTRA的後面呢 MD的這一台的後面齁 它的行程特別短 那如果這一節的行程 你看KT的行程這麼長 這個有大概12公分 那我們常常在板上看到 車友拋售的避免器 它的行程只有40-50mm 那我試著問大家看看齁 如果這個行程那麼短 那彈簧降下來之後 它的行程不是都貼著這個饅頭在跑嗎 這個饅頭在跑 那這樣的避免器哪有可能會好做 所以這一台的避免器的選擇齁 第一個大家問看看廠商啊 你的行程長度做多少 如果太短的話齁 車友就可以 我就建議車友了 那就試乘看看 因為試乘的話 最沒有辦法 最是最直接的齁 那來這個這裡 這裡就是阻尼齁 後面的話呢 阻尼調整的地方在這裡 軟硬的話從這裡做調整 這兩個呢 是要互相做匹配的齁 以車高的調整為主 這個的長短呢 是要符合它 不能把它調得太短 調得太短的話呢 它的長短欲窄啊 就過多 就一定會不好做 而且會有異音 那壽命的話呢 也有可能會縮短 所以這這樣的遍應器呢 最主要的調整呢 就是在後面的自由行程 就是在這個自由行程調整 不能把彈簧預載過多 這條彈簧呢 大概200到210長 那了不起就壓個5mm就好了 如果預載過多的話 就一定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剛剛有提到提到過了齁 這一台呢 最主要的就是後面的行程 如果後面行程太短的話呢 那這台這樣的遍應器呢 就不建議ELENTRO的車友做選購了 那真的就一定會不好做 畢竟我是廠商 那我講的話呢 不太有說服力 可是車友可以試著了解看看 如果那樣的遍應器的話呢 就一定會不好做 這是後面 右後還沒有裝好 這個右後的下方的布電螺絲 好 來這裡還有一個小細節齁 就是這裡的這個的下方遍應器的固定孔位置呢 這個是要注意的齁 它的原廠的是有一個固定扣是可以扣住啊 來 你幫我手指頭比一下 對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呢 是要裝在輪胎輪胎側的 如果呢沒有做這個的話呢 它的固定位置呢 就一定會很快的鐵套齁就會壞掉了 在這個地方 好 這個地方 好 所以這個地方呢 它是有分針固定邊是有 是要注意的齁 裝錯位置的話呢 就會 就一定 就很容易就損壞 因為它的力道呢 這樣就不會只有螺絲在負荷了 它旁邊的這個位置呢 幾家 這個位置呢 它主要的負荷力道是在這裡 而不是讓螺絲在受力 如果單純只有螺絲在受力 那樣電器呢 保證好 很快這顆螺絲就會壞掉 所以這個是 也是以人傳呢 電器的選擇 要特別特別注意的這些小細節 你看一下齁 如果這個這個固定位孔位置呢 沒有分大小孔的話呢 那這樣就要特請車友特別小心 哈囉小凱冠軍車手你好 這是後面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已經裝好了 前面上座 前面上座 我們都有附上座 看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 原廠拆下來的電器 上座後 沒有用了齁 哈囉 B你好 你好 你好 來這個是前面 前面的話呢 車主一樣裝了那個 3M的拉桿齁 那這台車呢 因為上座啊 是藏在這個地方 所以要調整處理的話 需要把魚刷 魚刷的魚刷背 還有這個刺蓋 把它拆掉 才有辦法調整處理 索性這台車真的是拆裝還蠻簡單的 這裡有幾個那個固定的卡準 把它拆掉之後呢 這個就可以往往上之後 再往外拉 往車頭方向拉 就可以調整到那個上座了 這是1.8引擎 前面 後面的話已經安裝 來這裡有7公斤 那我們有附上座 這上座的軸承呢 是日本KOYO的軸承 它裡面的主名有呢 是義大利進口一針筒 不是授權來台灣混裝的 的油品 這個是IP的 義大利IP的主名有 然後裡面有 油封的話 是用日本NOK的油封 那這些固定孔位置呢 都是仿造 就都跟原廠位置一樣 那今天的車高的話 前面是差不多會做大概 兩指幅左右 後面大概一指多了 因為XXR的追數有點算是比較大 所以即便車高 有辦法再降低呢 它外側也會磨到 所以今天的話呢 會跟原來啊 TS短彈簧的高度的話 是差不多的 設定差不多 就有大的尾翼 漂亮 還有大包 這群 現在在裝的是 優厚的避震筒心 這個是下方的那個便器 下方的螺絲 它原廠的啊 原廠的彈簧的上橡皮 就我們就有附了 所以就不用再使用 所以後面還蠻快的齁 就裝好了 拍一下剛剛說的這個細節好了 看能不能拍得到 這裡 這裡 這個的話呢 這個就一定要框住啊 它原來的 那個 固定 固定的位置 它的受力呢 才不會有螺絲 一個單顆受力 就是在這個地方 原廠其實也有 原廠的話在這裡 在這裡 這個 這一定要坐在輪 輪 輪胎側 在外側 ok ok 那今天的那個 安裝已經差不多告一段落 等一下就會 車子降下來的時候呢 就要做去試車了 再做一下微調 ok 那今天的直播分享呢 就到這裡 如果車友 Elenstra 一樣是Elenstra的車友呢 對在這台車 的避驗器 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拜拜